第一個要把eSale如何快速變成SS eSale變SS的話方法有很多 不過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我先把eSale關掉好了 關掉 然後我的檔案放桌面上 也許你不是放桌面上 你如果放在資料夾裡面的話 方法也是一樣 那我們會需要產生一個SS 他是放在哪裡 放在他的旁邊 也就是放在同一個路徑底下就對了 因為我的那個範本裡面 是eSale跟SS放在一樣的路徑 那如果你將來需要修改路徑的話 你那個部分的敘述再去做修改就可以 那我要怎麼樣把 這個eSale變SS呢 接下來我就利用 SS2010 打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 第一個 各位看一下右邊 這邊有沒有 打開一下 打開資料夾 我一樣放在桌面上 這樣比較好處理 按確定 就是因為我剛剛那個eSale檔案是放在桌面 所以我也放桌面 那名稱的話 我叫地址 好了 名稱叫做地址 OK 所以我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產生一個SS的資料庫 放在桌面上 名稱叫地址 按下一個建立 OK建立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 空白的資料庫 那接下來我要把什麼 eSale的資料 那eSale 在eSale裡面的最底下一頁 一頁就是工作表 可是呢 匯入到 SS裡面就叫資料表 那 什麼方式最快 那你也可以一個個 建立 建立什麼 建立資料表 然後 可是你還在建立欄位 很花時間 所以最快的方法 在 建立資料庫之後的話 有個外戶資料 特別之外 這個外戶資料 那外戶資料裡面有沒有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家 同一個那個公司嘛 就都Microsoft的 所以呢你可以 外戶資料裡面找到什麼 找到SS 就可以 跟著一下 外戶資料找到eSale 因為我要從 這個 eSale裡面呢 把資料匯到SS 所以他 其實其他還有 你可以文字檔 或其他都可以 XML PDF 等等的 不過比較常用的 應該是eSale 因為現在用最多還是eSale 最簡單 OK 然後他問你說 你那個檔在哪裡 開啟的時候 記得找桌面 我是放桌面 如果你是放在你自己的資料夾 你就自己的資料夾 裡面去找 然後這邊有個 地址合併 開啟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 你要匯入的是哪一個 工作表 那就是地址 下一步 接下來他會問你說你第一欄是不是欄名 沒錯 第一列 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下一步 再來他會問你說 你要匯入的是哪一些欄啊 特別是 庆明要 這些都要 那 最後這個 地址 VBA 不要 不要的話呢 你就是 這個 不匯入 詞 不匯入欄位 打勾 這一欄就不會匯入了 特別注意 這個名稱 你們要檢查一下 我是打地址 請你也打地址 欄位名稱很重要 你不能 剛好同學 之前有同學就是打的名稱不是地址 叫另外一個名稱 那因為你是參考我的範本 那因為我的範本查了 是查欄位名稱叫地址 所以你如果不叫地址 請你確定一下 要給他改成 匯入之前先改成地址 比較不會有問題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就是最後這個不要匯入 按下一步 然後要不要加組 所以 不要組 所以 因為這樣不多的話 先不要加組 所以按下一步 那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問你說 你要匯入的資料表名稱 叫什麼 我叫地址 所以我們剛剛產生了一個叫地址的資料庫 然後呢匯入一個什麼 地址的資料表 OK 按完 這個要按完成就可以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個時候的話 這邊有地址 裡面的話應該會有 206筆資料才對 206筆 因為我們是 207列 扣掉那個欄位的名稱 206筆 在下面這邊可以看到 OK 其他的資料都不會有問題 確定一下 在 這個 地址的資料表裡面 會有一個叫地址欄位 特別注意要這個一定要check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一個錯都錯在這個欄位名稱不一樣的問題 好 那我們已經很快的把 這個Excel的檔案 匯入到SS 所以建了一個什麼 建立了一個SS資料庫 那也就將來 可能你們可以處理 如果資料 假設說 每個人也許都有自己的 會員 我的會員 我的客戶 跟其他 同仁的 這個會員資料 假如說我今天要匯整在一起的話 那你們就可以先建一個 一個資料庫 然後再把其他人的 再匯入 再匯入 通通都匯入到底下 OK 那將來的話查詢就針對這個來查詢就可以了 好 那不過就是說將來路徑 也許不一定放在一起 你可以放在 也許常常放在比如網方裡面 那你網方也可以 你就放在某一台 電腦 它是共用對不對 那你把SS放在那邊 大家去存取它就可以了 那存取的方式 非常的簡單 不會有問題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怎麼去修改 那我會給 因為你們的時間 不是那麼多啦 所以我給你們就是 給你們一個範本 以後的話 你就針對這個範本去做修改就可以了 這個範本幾乎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我已經上了非常多的課程 那這個範本也是從我以前 以前的工作裡面 我覺得最 因為我會一直簡化,簡化,簡化,簡化程式 簡化到最 最小程度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第一個請各位先 試著把 這個可以關閉了 所以做完之後這邊就會產生一個 SS 資料庫 有沒有 請各位試一下 沒有太多的動作 第一個 就是先開啟 SS 裡面特別重要 從這邊開始 桌面 我是放桌面 名稱叫地址 按建立就可以 再把它匯入進來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 建立一個 這個 資料庫 就 SS 的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就地址 地址裡面 會有一個 地址的 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會有一個地址的欄位 接著 資料庫 裡面 會有 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會有欄 其中有一個欄就是 地址 那他的觀念 基本上跟 ECL 基本上是相通的 其實ECL跟資料庫 非常雷同 為什麼 因為一個工作部 一個ECL檔 就是一個工作部 他實際上也可以當成一個 資料庫來看 資料庫裡面有工作表 其實工作表就是資料庫裡面的 資料表 其實也是相通的 那裡面也有A欄 B欄 C欄 上面有欄位名稱 所以 ECL 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 算是什麼 類 類似資料庫的架構 所以現在很多人為什麼 直接把ECL拿來當資料庫來用 其實道理就在這 而且其實非常方便 我資料給你 你要匯出到資料庫 或者你再匯入到ECL 都非常的容易 都相通的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說 當然效率上面絕對還是沒有資料庫來就好了 而且 他最大的 一個工作碼最多還是 104857 100多萬筆 其實 100 100萬筆很夠了 可是說真的如果說 以大量資料處理來看還是稍嫌不足 所以大部分現在的應用 通常會是 個人端的 就是 個人使用的話用ECL 但是 共用的部分 通常會用 就是資料庫 但會用SS會比較簡便 也有公司用什麼MS Sequel Oracle 這些大型資料庫 不過他的觀念 基本上都是相通的 也就是你學會這一個部分 你要去連結其他的資料庫 也不會有問題 好